十二強中華隊名單一日公布 旅外選手方面在王建銘 與中華職棒秘書長冯盛賢出國奔走下 提供給教練團最佳名單人選 旅日投手除了老面孔宋家豪 陳冠宇外 效力於歐立士的張毅 今年在義軍表現出色 獲得青睞 首度成為中華隊的成員 應該是強化 因為事實上我們觀察 每個投手他的每一場的表現 哪個有其有 當然我們整體的看起來 我覺得是 旅美投手則有今年轉戰小熊的胡志偉 繼2014人穿亞運後 再度披上中華隊戰袍 另外被譽為王建銘第二的江紹慶 渴望扛下先發大任 效率降偉神的林凱威 則是第一位新竹城的高中入選 中華城棒的國手 老實講了解不多 我也是看那個 請收給我的那些資料 然後引帶 然後去判斷 看起來應該也是 就是終極這一門的投手法 就是一局一局 那球數是還不錯 控球也還不錯 餘日第一年王伯如雖未繳出亮眼成績 甚至繳傷未遇 但仍決定投入12場為國效力 目前28案名單仍有最後調整機會 選序委員也將持續觀察 雅錦賽表現做最後調整 不過洪總仍期待王維忠加入 提升左投戰力 這個也是我們擔心的地方 台灣做投本來就不動 我也知道我們的中華隊 只有一個城外 那現在在等王維忠 就是說看他最後能不能加入這個 這個平台委員 他個人是非常有意願 他現在是靠在他合約問題 假如說他沒有 連他五月的話 他當然是目標前 他可以參加設想 假如說他有簽約 也要看他約的內容是怎麼樣 是不是能夠允許他來參加12場 這個都不知道 所以我應該積極會有一些決定 雅錦賽將在10月14日台中開打 12場則在11月5日 在台中中繼球場開打 兩項賽事都攸關奧運資格 中華隊將全力以赴 立拼奧運門票 都可以信任 資格 是 有 有